大家好 歡迎收看社長遊街市 它的黃雞粒好吃 樣子在這裡 這些樣子 那些開 那些開 尖一點的 整個頭不同 肯定 肯定 剛才剛剛吃了一條 其實 這些樣子 其實你拍賣兩條看得到的 好像剛才買10元一樣 再不是大一三 買了什麼沒有 老虎魚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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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條三 那條一條 那條 那條 嘗嘗一些特別的東西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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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湯好了 你蒸的 它應該過了那一層 這一層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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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你買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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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多少錢 這條是大 我買小都沒錯 這條鐵豬頭 這條鐵豬頭 很重 這條鐵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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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煮這條玩耳 想試什麼 鞍皮魚,鞍皮魚,吃石斑才有 對,藍星那些 這些都可以的 有些人是很不喜歡吃那麼多 吃沙皮魚,沙皮魚真的吃石斑 豬星,藍星那些就拿來 那些油燦那些都拿來 是不是丘星 是啊 油燦那邊也有啊 是不是要啊 你真是死,我真是 你要這條啊 是啊,拿來 是啊 你有個西藏 隨便吧 一隻西藏 可以了,12元 很大條 很大的 很漂亮啊 這隻十元 姐姐要這條嗎 你幫我秤這條 什麼啊 只是放血了 不用打涼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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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好香啊 九十加上剛才的烏頭 九十元 那條九兩就是九十 只是放血了 放了 多少 要不要帶烏頭 哎呀,我要了一條烏頭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了一條怪獸 我的怪獸不是怪獸 我的彈得很厲害 很彈啊 我的袋子不斷彈 也很彈 不是啊 他撈起你也退後你去 你的助力很厲害啊 很厲害 一時試 一時試 四塊二啊 四塊二啊 你又是 什麼 呃 就這樣放血了 放血了 我現在去哪裡買啊 剛才開了肚子了 剛才開了肚子了 是不是啊 放了鹽 放了 哦 它是黑色城寨的 也沒有看到嗎 對 對 嘩,這個很彈不停啊 讓你提便仔玩一下 你吃一下這些 我真的要見面 怎麼會讓它更好吃 沒有體育質 一條條的,這些東西很醉 有些鹽醃了 一兩萬塊 整個屋子都有 多重啊 幫我清一下 有多重啊 這條魚 兩斤幾啊 兩斤幾啊 兩斤幾 那條的夠一斤 你那條當然夠一斤啦 那條有五斤幾呢 有 那條有五斤幾啊 那條有五斤幾啊 那條有六斤幾嗎 那條有五斤幾 那條有五斤幾 那條是黑樓 嘗一下吧 什麼都試一下吧 好吧,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今天買了這條兩斤幾的海烏頭 烏頭就比較特別 養殖那些會比野生多貴 海烏頭很便宜 其實一向都很便宜 說真的,養殖的烏頭質素很穩定 長期都很美 有時一條美麗,一條不美麗 按下這條,這條也頗肥的,摸上去 烏頭頭上有一個叫眼枝的地方 這種魚和劑魚比較特別 烏頭眼枝是老科魚最大的 蒸出來的位置是一塊白色的 先開個肚子給大家看看 這些魚其實是蠻雜食性的,比較植物性 比較植物性 牠的肚子也是像之前湯的黑毛 河包碟那些食植物的魚 比較長 一大抽的內臟 就是這樣 一抽很長的牠 這些烏頭,如果死了之後才弄 很大小的機會很臭 野生的那些 這裡有個肚子 這抽就是整抽牠的內臟 烏頭的內臟呢 有一個位置很有名的 就是烏頭扣 那個其實是牠的烏頭的位置 但是烏頭的位置很特別 跟其他魚的胃也不同 跟其他魚的胃也不同 這顆就是了 我沒見過那些兩斤重的那個扣 很誇張,很大顆 像手掌一樣 這顆有些大排檔 會留起來炒一碟 烏頭扣 這扣很爽的 很好吃 很特別的 這條魚在旗上有隻魚塞 這些多數是在石斑的嘴裡 很少會黏在下旗 有時候拖開石斑的嘴裡 它會看到內面黏在一兩隻的東西 他會看到裏面黏在一起 這樣就洗乾淨 它有黑膜 就不斷去擦一擦 你要強勁擦到白色 這樣就有時間搞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不斷洗乾淨就行 這條魚這麼大條 我打算上半節來蒸 下半截用魚湯煮 我沒有打輪,以後蒸了之後就放涼 像潮州凍食一樣,倒零透漿 烏頭很適合這樣吃 抹乾淨後準備蒸 這些扣不是這樣吃,一定要切開洗洗 裡面有很多污垢的東西 如果不切,這樣做會很臭 首先我會用鹽去搓一下 不用怕很鹹的,因為你還未打輪 面多一點都不要緊 舖裡放一滴就行了 不斷擠擠擠擠 我會用梳孔來蒸 因為打算稍後放涼 用梳孔來蒸 讓水流下去就會更好 完成 蒸出來的樣子很怪 以前蒸在烏頭上不是這樣 原條很完整 底條爆皮,曲起了 不理會了 先拿回去放涼 這些剛才蒸出來 剩下魚水 待會我們滾魚尾 然後瀉點菜 做兩個豆腐 一個豆腐魚湯 這些是普寧豆醬 我加了少許麻油 整個會比較香 這些是普寧豆醬 滴幾滴麻油 拌勻 拌勻 剛才的水 六條尾 加一塊豆腐 最後加些黃牙白 這樣就有個湯 喝了 這個也完成 這個也完成 另外今晚有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也蠻好玩的 冠冠燒 日本蠔 它的蠔是冰了過來的 但是它說是刺身級的 它就這樣說 就這樣放進這個罐裡 放滿底 然後給了一些Sake 加一些Sake 然後再加一點水 讓它大火煮大約六分鐘 煮的時候 就先試一條魚 這條魚是潮州凍食的 你看到這隻碟子 都很多黃油走出來 這條魚都相當肥 但質地和我以前吃的烏頭有點不同 這些皮正常的烏頭 正常的皮 一吹就爛了 這些皮 煙煙韌韌的 然後吃下去 這條魚很可愛 輕沙皮 我第一次吃到沙皮的烏頭 沙皮 沙皮有嫩滑的 質感很特別 而且這條魚很肥 這條魚 這樣就種到一條很漂亮的烏頭 多漂亮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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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我喜歡的質感 它爽得來 又不是很 超級彈牙的 那隻爽 爽得來 有少少滑滑的 有少少嫩滑的 有少少嫩滑的 質感很特別 我第一次吃到這樣的烏頭 好漂亮 這條魚很漂亮 很漂亮 這條魚很快 真的 試試湯 尾巴也是 硬硬硬硬的 要用一隻筋刮出來 一樣相當不錯的 鮮韌韌 爽爽的 我覺得這條烏頭 性價比非常高 你九十八元兩斤幾乳 畢竟野生魚 見到它整塊皮 可以撕下來 又看回罐 這裏已經六分鐘了 很辣的 記住 要這樣撕開 六分鐘之後 他就說 加少少牛油 再加點蔥花 再焗多兩分鐘 好 吃得 看樣子好漂亮 這些手套都包了 很多包了 其實都不錯 一罐都幾多東西 先開一隻給你看 嘩 都幾肥嘟嘟 這隻更肥 他就說 蠔刺身級 即是你就算生生地 都吃得 其實我都前前後 做了八分鐘 都熟了 好肥美 那我試了一隻很鮮甜 都相當不錯 OK 有得玩有得吃 叫做 沒有什麼特別調味 就這樣用清酒加點水 加了一塊牛油 他都很夠鹹味 應該一隻蠔本身 都已經夠了 蠔 蠔蠔 蠔蠔 我覺得幾好吃 好 今餐都非常之不錯 吃到一條 爽爽的肉 的烏頭 希望下次再買 都這麼漂亮 因為之前試過買了一些 很難吃的 又是夾一下 就整條不鬼吃了 而且吃到這個蠔 又幾特別 不過我買了2K 其實都幾多下 吃得幾飽 這集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不妨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再見 拜拜 多謝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